張柏芝在大家眼中絕對是一位女強人 甚至連內地片商都看中了她 找她鑽河東斯烤2這個主角 但是,女強人也會被家庭事所困擾 因為最近張柏芝的父親 愛好胡蘇勇的張仁勇被警方拘捕 懷疑她涉獲一宗刑事恐嚇案 而案件懷疑與一宗2000萬大廈維修工程招標事宜有關係 知道爸爸出事後,柏芝查犯不思 就算北京仍然非常擔心 而去到日前,她在北京出席河東斯烤2的首映禮 面對記者的問題,她只能硬著頭皮上 面對那麼多問題,非常尷尬她 老闆余玉興亦出來幫她解圍 就說,這些是柏芝的事,給她私人空間 而男主角小嬸楊就說,家事就不要說 有兩位盲藍七口幫手,柏芝心情當堂開心回不少 還說到戲裏面一些很好笑的感受 她就說,接拍時本來以為男主角起碼與古天樂相差不相近 誰知望見小嬸楊就有點不得失望 但不要緊,她應該有男子氣概 這樣曲線說小嬸楊不夠英俊,但她應該不介意 笑一下就好,希望拍才能收拾心情 好,那… 好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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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…